哈喽大家好我是会做Kinot的灵影家 上次扬言Kinot有啥难题您说话以后呢 又有个小伙伴来找我了 他这次遇到的问题也是这样事儿的 目前在找一份UI工作 想通过作品集提高面试通过率 现阶段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像这几天天气一样 贼拉得冷 我的学员也经常反抗 只要开放一个UI设计师的岗位需求 信念多的呀 堪比哈利波特收到的霍格沃茨录取通知书 这次 就让逼选宿明信令收响 或计栏心 但你记住那种分分钟秒杀外面那些小臂 持到面试神器 什么不相信 来看呀 这次谢谢案例是由我亲爱的同学有情赞助的 在此高调鸣谢一下 这位不愿留下姓名的同学 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 他在面试的时候 要对整个界面的布局 以及拍摄流程进行讲解 其中包括滤镜 大小调整 以及亮度等功能 根据乔布斯的魔力演讲中指出的 如果你想抓住听众的注意力 那么每一幻灯片只留下一个核心思想 并且牢牢记住这个核心思想 那我们谨遵乔老爷子的遗嘱 把这些要讲的内容 分别展示在不同的幻灯片里 并且保证每张幻灯片只说一件事 他要讲的内容 我已经用红色高亮标出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优雅快速的 一下子做出七张幻灯片呢 来来来 记笔记 前回版画重点咯 大家遇到一下子要产出多张 还把类似的幻灯片的时候呢 就要记得使用母版功能 那注意一下是母版不是母版 在Kindle的逻辑里边 母版是主题 就是在新建Kindle的时候 大家能看到这些主题 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 不同的主题呢 对小芳芳的影响特别大 比如说不同的主题 它会有不同的配色方案 字体方案 当然呢 里边也会有不同的母版 感觉我在说热口令 比如我们随便选择这个主题 大家就可以在这里 看到它的母版 编辑母版的入口 在Kindle的里边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在工具栏显示 下单列表里边 点击编辑母版幻灯片 进入母版编辑器 第二个是在选择幻灯片的情况下 在右侧格式分类里 找到编辑母版幻灯片的按钮 点击进入 第三个是双击母版中 不可编辑的元素 就会有这样一个任意门弹窗 通过这儿 就可以进入母版编辑器 这感觉就有点像 通往霍格沃斯的 9u4分之3站台 当然这个通道 也是妈瓜不可见的 进入母版编辑器后 就可以排版了 先给它改变一下背景颜色 加个底纹装饰 再加了边角装饰 还有个手机壳 这样就排版完了 完成 这时就能在新建幻灯片里面 找到热乎乎刚出了的母版了 然后要做的 就是替换元素 啊 这元素被焊死了 为啥呢 Kinot大大说了 你觉得你已经做好母版了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所以我们双击任意元素 通过任意门 跳转到母版编辑器 在这儿我们要做一些 Kinot能觉得的事情 选中母版中 可替换的元素或字体 在菜单栏里 格式中选择高级 文字呢 就定义成文版占位符 图片和视频 就选择定义成媒体占位符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退出母版编辑器 看一下那张幻灯片 现在里面的元素 就可以选择和修改了 接下来选中 刚刚新建的这个母版幻灯片 优雅的点击 Command D 瞧六下哦 这时我们就优雅的 得到了七张幻灯片 然后根据要讲的内容 分别在每一张幻灯片里边 做一些小设计 比如说这一页 我们要讲解滤镜工具 我就把滤镜模块上 加一个标识 让面试官爸爸的身体和灵魂 都集中在我们要讲的内容上 然后再添加上 辅助讲解的视频 机台排版就完成了 其他的几页也是一样的 不信你试试 多放下看看 感觉这几张没啥观念性呢 那么又到我展现 神仙操作的时候啦 选中前六张幻灯片 在右侧动画效果里 选择神机移动 调整一下时间 接下来 看到了吗 你的视线 是不是完全被这个小灰块 所掌控着 这时候再配上演讲 没有人能抵御住这种诱惑 电视官也不可以的 以上就是这次分享的全部内容啦 这种包装动态作品集的思路 你懂还是懂了呢 再见啊 下次见 拜拜